印尼中部米納哈薩縣的海灘 早前有一隻重達420磅巨型海龜割潛 當地漁業部門確認是世界最大的海龜物種 梳皮龜 由於梳皮龜沒辦法在岸上或淡水中存活太久 當地十幾個村民展開救援行動 幫助推動它之外 也不斷在它身上潑海水降溫 兩天後終於成功讓它游回大海 據聞推測這隻梳皮龜想按生蛋 之後沒辦法順利游回大海 梳皮龜亦稱為隔龜 身形最長可以達到3米 體重可以達到1噸 它的龜殼沒有角質版 而是柔軟的隔質皮膚 硬到不如烏龜 因此在大海之中 經常成為苦禽、大白沙等食物 近年梳皮龜數量罩減 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裂為異危動物 主因是大量海龜蛋遭到人為攝取 以及被魚網纏住 造成大量死亡 過去幾十年來 梳皮龜的數量估計大幅下降了四成 警察製造成大量海龜的 最近都在催促 風流 渡店製造成大量海龜 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